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王金勇 我来是浙江新鸡 我来海南养螺排鱼 已经养了24年了 整个现在的鱼端是有200多亩 在海南养螺排鱼 80%到90%都是我们浙江的 一个是我们先居人 一个是阵营的利甩 94年一开始来海南的时候 我们是养那种大鸭的 大鸭就是套养螺排鱼 从99年开始 有了螺排鱼加工厂以后 然后才慢慢我们开始进养 把那个产量养做出来 2008年不是南方的雪灾吗 就是说很多的螺排鱼冻死了 然后家外是非常的高 那时候肯定是赚钱的了 2009年马上就家外整个很低 那一年其实我们饭钱都没有的了 2009年跟2015年来 真的有一半的人都是快本的 有差不多20%的鱼端是没有羊的 都空在那里长草了 现在螺排鱼整个行业就是在面临洗盘 就是说你如果资金实力不强的 或者是管理不到外的 都快退出市场慢慢的 目前因为很多 其实我们老虾已经都在转烂鱼端 这两三年来整个螺排鱼产业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出口 既然你依赖出口的话 它的家外就一直是在低价徘徊的 我们养殖部是蛮有话语强的 真的蛮有话语强的 说到螺飞鱼它是目前在中国的 这样一个发展其实蛮有代表性的 是一个大宗贸易的品种 而且代表了一些区域性的这种生产特点 这个产业在过去的二十几年的发展 是一个完全野蛮的生长 生产比较盲目缺乏科学的规划 对我们的这个淡水海水的这种环境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如果要让它更可持续的发展 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说 要去以更集约化更高科技的这样一些手段 达到一种可能占地更少 但是你的单位产出更高的这样一些生产模式 就包括一些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啊 来改善这个养殖的这种环境效益吧 工求平衡的一个市场的话 一定量的供应决定了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价值定位 你可能是小量或者定量的一种供应 反而能更保证你一个合理的价值回报 而让你能够真正的支撑起 以这样一套高成本高投入的系统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这个产业 它所依赖的这种环境资源 社会资源和它的这个市场经济 都是处于一个最佳的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产业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状态 那么它所产出供应到市场的这个罗飞鱼 就可以定义为是一个可持续的罗飞鱼 在罗飞鱼这个项目上 至于是首先通过这个项目 孵化了一个区域性的行业组织 也就是海南省罗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 这个新的行业组织 它更多的就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产业链上的各方前所未有的 第一次能够聚集到一起来 有更多的对话更多的信息共享 同时更一起去寻找这样一些局部 区域上面可以去尝试的解决方案 就包括比如说加强对某个区域的这种养殖户的培训 加强对他们的这种生产管理习惯的培养 然后能够把这样一些信息更更及时的 在这个产业上下游进行分享 赋予了养殖户这样一个最弱势的群体 平等对话于这些企业的这个机会 而且能够把这种信息转化为 对这个决策者的这样一种技术支持 我们做iFish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信息的缺失 我们做iFish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个信息的缺失 一个健康的养殖呢 就像现在初青会那边做的那种养殖的模式 因为你整个甩滑进好了 你的聋氧足够了 你的密度降低了 这样做了以后呢 就是说你整个的养殖就很轻松了嘛 根本不必要去拿药物来去控制这条鱼了 每个人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吧 如果能把这条鱼养好的话 应该说以后慢慢可能流发鱼 整个行业还是会好起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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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